闺蜜请女人吃饭 还断来最顶级的肉来招待她 可女人却一言认出 那肉上级的正是自己男神的手链 想到男神已惨遭不幸 女人静止地跑到后处查看 果然在血淋淋的案板上 正放着大小不一的肉块 女人被这惊悚的一幕吓坏了 可还没等她反应过来 房间内的灯光就开始疯狂地闪烁起来 下一秒 死去的男神竟湿答答地出现在她的眼前 女人名叫小美 因为上学是她一直暗恋班里的男神 所以就业后写了很多爱情故事 成名后她每晚前行创作 但这天晚上 她却听到了奇怪的声音 小美还以为是自己工作太晚出现幻觉 此时一通电话打了过来 而来电人正是闺蜜 电话中闺蜜居然说 她要和小美的男神结婚了 秉持着和过去告别的念头 小美决定到场给予他们祝福 但令小美有些不安的是 两人的结婚会场 是在深山老林的一处别墅 诺大的回场里 也只有一个服务员招待她 而且除了小美以外 好像并没有别人到这里来 起初小美也没有多想 而是来到洗手间 准备简单的不割装 但突然背后想起了诡异的动静 而不等她转身 镜中就出现了一个劈头散发的声音 见来人正是闺蜜 小美悬着的心裁终于放了下来 但惨烟上 闺蜜突然爆出她折子时在婚 第一次是她刚毕业 就和一个30岁的突顶男结婚了 但突顶男却在他们结婚后不久就死了 小美安慰她说 突顶男的死一定是场意外 谈话间 闺蜜一直在说自己是男人的可行 貌似每个和她有关系的男人 最后都会被自己渴死 小美被她的眼神吓到了 连忙打圆场说 闺蜜和男神结婚后一定会幸福 但闺蜜却死死盯着她 并说自己很早就知道 男神和小美在学生时期交往过一段时间 但明明那时 男神已经答应要和她在一起了 闺蜜声嘶力竭地声称 是小美夺走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 气氛瞬间冰冷下来 而就在场门要失控的时候 闺蜜突然笑出声来 小美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看着闺蜜切好的烤肉 上面竟赫然记着男神的手链 小美突然恍然大悟 难道此时的男神早已惨遭不醒 被做成了香喷喷的烤肉 想到这里 小美强忍土一跑到了厨房 突然灯光忽明忽暗闪烁起来 黑暗中一个高大的鬼影 静止浮现在她眼前 而那个是碌碌的鬼影 正是她心心念念的男神 小美瘫倒在地 直到眼前的男神拍了她一下 她才意识到这不过是闺蜜在争过她而已 事后三个人举杯唱饮 似乎以前的事就要翻篇 但就在这时 闺蜜却一脸幸福地声称 自己在和男神表白时 承诺过任何一方都不能率先死去 小美只当她这有事在跟自己开玩笑 可当她转身看向男神的时候 背后进空无意愿 再一转身 闺蜜就死死抓住了她的手 而那冰冷的触感 让小美不敢再多逗留 闺蜜坦言要小美跟她一起走 这样三个人就可以一起去到幸福的地方 再也不用担心会失去重要的人 而她也就可以深埋对小美的怨恨了 眼见闺蜜伸手掐住了小美的脖子 恐怖的窒息感 让小美立马昏厥过去 但等她再次醒来 闺蜜居然又满脸关心地看着她 还说她只是喝酒喝醉了 此时小美已经分不清 这里到底是现实还是梦境 她只想立马逃离这里 但殊不知在她走后 身后的闺蜜绕有深意地看了她一眼 回家后 新闻突然播出一粒新人在越南遇害的消息 再听到被害者的名字是小美慌了 因为那正是刚刚在请自己吃饭的闺蜜和男神 而此时家中的电脑里 突然传来了闺蜜阴邪的呼唤 只是两人的流氓 我可以帮你 倉田先生